不知不觉呢,自己已经毕业快一年了 这一次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很上进的毕业照妆容 只要抓住几个要点,最上进的一定是你 包括戴眼镜的妹子,也可以美美的 首先第一步戴上自然款的美瞳 然后隔离呢,我选择的是控油款 对于混皮和油皮来说,这种天气是非常非常容易脱妆的 底妆的部分呢,一定要做好 接着呢,再替去容易出油的地方上一点散粉 这个呢,还是上次推荐给大家的那个三明治底妆大法 防脱妆必备 然后呢,就是遮瑕,遮盖黑眼圈 记住遮瑕呢,一定不要遮得太厚 因为遮得太厚呢,反而会显得很自然 而且非常非常容易脱妆 因为要拍毕业照嘛 所以底妆部分呢,最好选择哑光质地的底妆 因为光泽感的妆容在照片里会显得有点油 其次呢,底妆的色号一定要自然 不要一昧的去要求很白 否则你的脸在照片里就会显得特别的假面 特别的显眼 底妆最后一步呢,还是定妆 眼下和剃去的部分,再次着重定妆 其他地方呢,轻轻戴过就好 眉毛部分呢,还是画最适合自己的眉型 要注意的点呢,就是眉色最好比平时稍微深一点点 会显得精深一点 眉尾部分呢,可以适当加长一点 比较过于长 因为眉尾长,在视觉上也可以显得脸小 整体的眉毛呢,要画得干净利落一点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遮瑕来修饰一下整体的眉型 为了防止眉毛脱妆,我们也可以用眉毛羽衣来固定一下 修容部分呢,下手必须得重 因为在照片里面呢,脸小非常重要 眼影部分呢,范围就在眉头和眼头的部分进行修容就OK了 顺便把阴影扫在整个眼皮上来加深远不容阔 让眼睛看起来更深邃 眼影部分呢,用的还是大地色系 首先呢,用浅棕色给眼窝铺个色 然后呢,我们再用更深一点的棕色来加深我们眼窝的厚二分之一处 接着再用最深的棕色来画我们的下眼线 顺带呢,加深我们的眼尾 这样呢,会放大眼睛,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更深邃 接着用棕色眼线笔画出那眼线 眼尾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顺带拉长一点来放大我们的眼睛 然后呢,用浅米色的珠光眼影来画我们的卧蚕 其实我本身就是双眼皮 但是想更加上劲的话 就用自然的双眼皮贴来加深双眼皮 接着呢,就是夹睫毛 上下睫毛呢,都要用睫毛打底膏 然后再刷睫毛 如果你睫毛条件不好的话 可以用自然款的夹睫毛 因为睫毛部分呢,可以让整个眼睛看起来都很有神 这样呢,我们眼妆部分就完成啦 腮红部分呢,用的是一个暖橘棕色 一个有修容作用的腮红,以八字形打法上妆 这个手法呢,适用于任何脸型 大家可以试一下 口红部分呢,不太建议大家用太裸的颜色 毕竟在人群中最耀眼,浓眉大眼,唇红齿白才是最上镜的 最后一步呢,就是喷上我们的定妆喷雾 这样的话,一个很简单的毕业招妆容就完成啦 抓住几点,在照片里脱颖而出,就很简单 再次友情提醒,拍照前一天一定要洗头 头发不能贴,否则就是头大脸大 要保持头发蓬松的状态 拍照的时候呢,就尽量选择自己最美的角度 同样呢,这个妆容也适合戴眼镜的妹子们 希望能对你们有所